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9月26号2024年 今年也是非常闷的一天 马股根本没有什么动了 中国很强 亚洲也有一点点强 因为那个中国政府现在还 想要刺激那个market 还要放一个billion 人民币 进去他的银行 支持那个银行 来推动这个市场 所以说 中国很强 亚洲也有一点影响 那些日本啊 韩国那些 OK 马来西亚没有什么东西好讲 今天讲真的啊 没有什么东西好讲 OK 看看免救生命才呢 有点新闻啊 但是也有一点新闻啊 看看免救生命才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道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我们看看国际 5点 现在5点01分啊 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点点会改变啊 马赫古现在是16 中指是1668.45 下了4.9 0.295% 因为这个有持一点点的啊 这个KOS screen的 因为我的不是付费版啊 哈哈哈哈 OK 啊 等下我们去看那个 Malaysia Subways啊 那个是付费版啊 OK 那个准 那个是现场啊 新加坡上了0.160% 香港大仗4.158% 韩国大仗2.898% 日本大仗2.787% 台国跌0.508% 中国FTSC大仗4.406% 中国SSC大仗3.613% 中国SSC大仗4.438% 然后啊澳洲上了0.915% 中国第一次大反弹啊 OK 台湾大仗啊台湾没有大仗 上了0.427% 然后印度上了0.394% OK 这个啊中国有了啊 他的这个 动力有动力啦 然后啊 然后这个日本跟这个韩国也影响到了啊 大仗 给你们看这个 欧洲英国上了0.453% FTSC 啊德国Dex还OK啦 上了1.255% 我们看美国昨天大仗掉了0.695% MYSE掉了0.643% S&P掉了0.166% Nestate 上了0.043% 所以美国也是 还没有方向啊 一直在那边啊 在那边做什么 过山车啊啊 上下 大上下 在那边超重了啊 没有大的 他没有 没有大的方向 中油4063% 跌了1点 哦 又跌了啊 Bandu718了 0.43% 奇怪了哦 那中东的冲突 然后中国 中国啊 又要 又要这个 啊 又要刺激这个啊 经济哦 然后油的跌下去很奇怪哦 跌了68% OK 那原油 可以你们看啊 金就强哦 2691% 继续上 看来差不多到这个 2800的目标了啊 很快就要到2700了 0.32.48 OK 我们看美金对马币4.140 所以美金强了一点啊 OK 美金有可能会反弹近期短期啦 因为跌到很够力了吧 OK 有点小反弹了 可能Bitcoin 63千OK 以太坊2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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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马股 看Busat Busat OK 啊 167 哦 收视 哈哈哈 又是 又有细看了啊 收视又推上去 来这边啊 OK 我都讲了啊 很多细看了啊 OK 又推上去啊 So推到掉了2.06 0.12% 量3.129 不大 啊 清水47 上升股525 下跌股582 哇 一下子推到买美一点啊 没有变的是493 没有交易的是916啦 那今天Excaper很强 我们去看 Altronic 哇 Altronic有50%啊 Altronic 哇 跌倒很够力啊 这个 哎呦 恐怖这个 这个jackpot来的啦 这个jackpot 老一点也许有个反弹啊 但是 这个很恐怖 很恐怖 这个 嗯 jackpot啦 哦 有点jackpot的机会啦 可能有一个小反弹啦 但是不要跌破这边 0.07 哇 去分钱 这个我不敢玩啦 哈哈 你们自己 嘿嘿嘿 嘿嘿 去分钱 不敢玩啦 OK 给你们看 还有什么 OK Excaper等下我们去去看啊 OK Dumblr OK Dumblr 上一点 等下有新闻 YT要去去跌的话 YT要已经开始跌 然后他有负面的新闻哦 那个MACC调查 那个他的 One Week Starry的Project OK 我们不用解 等下我们走个新闻 我们看一下 建筑掉了0.19 消费上了0.39 能源掉了1.68 金融上了0.16 医疗 医疗上了1.1.06 工业掉了0.45 中资掉了0.94 全部是8%啊 房产上了0.04 REIT上了0.03 科技掉了0.17 电讯掉了0.37 运输掉了0.36 UTILITY工业跌1.18 OK 我们看一下图 啊 我们看一下外资 我昨天 外资大 Tower 166M 进卖啊 然后本地集团是买 买 进买80M 然后啊 本地 啊 retail 本地 啊 这散户是买 二十 八十五个M 所以连 连续三天外资是 啊 是红的啊 OK 是本地买了 OK 我们看这个 看图 KLCI KLCI 有没有方向啊 没有看到方向啊 还是没有方向啊 一直在 小小根蜡株 然后很多尾巴 啊 就是小量超虫 小量超虫啊 看不到大 你要集团很强很 啊 你要在这 大红蜡株 大洋株 大红蜡 这才是真正的集团 多量了啊 OK 这些是小超虫啊 啊 现在看 这些 你很难讲他的方向啊 看他的方向 啊 有点 有点雄啊 因为一直一直一直出这个 掉紧掉紧 这样啊 但是 这样子的看不到方向啊 OK 要看过几天啊 OK 看 Ace Market Ace Market OK Ace Market 有个 有一点啊 强了 有一个反弹 Ace Market 1.29 上来1.29 也许还能跑一点 小盘 小盘也是不好啦 他一直在跌 但是他这边有支撑啊 但是如果撑不住 啊 撑不住这边 他要盖掉那个欠口就是 17.1这边啊 可能会跌 他会来这边啊 不抢 今天掉了啊 0.44 小盘 小盘 刚刚推上来一点 然后刚才是熊的 但是有 有一个 也有一个这个啦 珍珠啦 有一个小小珍珠啦 也不代表什么啦 0.0200 人家的珍珠 没有什么power 珍珠要大的才有power 才有力量 能源 能源不好啦 继续再跌 油价再跌 医疗 OK 医疗有小反弹 小反弹 但是他也进不了 这个通道啦 进不了这边啦 能不能继续去 我不是想他没有机会啦 但是现在跌破不好啦 但是 啊 啊 我就希望他真的来盖掉这个缺口 我就比较安心的长期玩他 啊 他没有盖掉缺口 他这样子留一个这样大的缺口 真是 哎呀 你要买进去 也有点担心啦 买进去也担心 看多几天啦 我们看工业 Utility Utility又好 跌回去通道里面不好了啦 OK 突破通道 站不稳 跌回下去又不好 尤其是跌破这个 1733 他可能要跌来通道底了 就是这个 channel这边啦 OK 看一下Facebook Mr.Bin今天真的睡觉啦 OK 金银要撓啊 几时可以撓 没有降快啦 金银才刚刚跌了 没有降快啦 哦 刚刚跌的 你看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 突破 哦 是会失败的 所以你看自动盈利 啊 你看 他一突破 立刻他就出 败讯号了啊 这个是你啊 很小心啊 这个是失败的了啊 失败 如果你有功夫 你不怕啊 如果没有功夫 你还守到现在 你有惨了啊 所以他有时候 集团会做假突破 为什么 他要你买他的票 然后他要丢票 你看他一丢丢几多 因为你他不这样子 做一个突破 给你们去追 啊 他就没有大量来嘛 那时候他们做的什么 交叉啦 什么 黄金交叉 很多啦 我不是讲人家的方法 不可以啦 有些时候 他们可以做这些 来操纵你们去 他们做个很好的 美美的 交叉给你们 去买啦 然后呢 他就丢败了啊 OK 为什么他们做得到 因为他们有量嘛 我不是讲人家的方法 我不是啦 人家 人家其实不只是看交叉的 他要看其他东西的啦 要看他的钱整体 这个这个 加上来 才可以用的 不只是看 一直看 只是叉叉叉哦 你要小心啦 我不是讲人家的方法 不能啦 很多人还是干交叉哦 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啦 可能可能看得到成功啦 所以 这个突破 你看 这个突破也是失败啊 你看这个模式 我讲的通道突破 没有180 但是失败你知道你要怎样逃 啊 知道啊 因为我们有自动盈利啊 我们有自动盈利保护我们啊 有自动盈利保护我们 OK 可以跟我们 套利可以跟我们只是损啦 哦 这样子的方法 哪里找啊 这样的策略啊 OK 所以你看到我天天都是 哈哈 哈哈笑啦 有时你看到我mood不好啊 mood不好不是因为 我在market 我在market的表现不好 哈哈哈哈 家里啊 家里啊 小孩子啦 太太啦 这个那个你知道啦 我们天天在家哦 你人家没有 你人家啊 只是去做工回来哦 在家里一下子都会 都会 家人都会有不爽的啊 我天天在家对着他们 你讲 哈哈哈 对着孩子啊 啊 天天在家对着孩子 对着太太 整天相对你觉得哦 哈哈哈哈 有些人 有些人 想到都怕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想拦得你的也是哦 哈哈 你再家一天哦 你有时想到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OK 啊 OK啦 啊 我讲到哪里去了啊 哈哈 哎呀 呵呵呵呵 SolarVest SolarVest 正在跌咯 SolarVest 我们已经炒了啦 现在正在跌咯 我们已经炒了的啦 现在跌 哎 SolarVest 彈回来咯 也看得到咯 但是这边有个头肩 不是很什么啦 不是很 是有机会啦 你们是看到有啊 有这个突破的症状啦 嗯 突破的症状 有 也许有机会啦 你要小心看哦 小心看这边 OK 如果突破这边 1.6 3 继续上 也许还有一波啊 短期一波啦 短期一波 红色动力刚刚来 OK 红色动力有 然后它撑 它能继续的跑啊 重破这个1.63 OK 1.6啦 继续的跑 OK 如果它 它一下就转弯了 1.6 1.6 不能撑 一下转弯 你要小心啊 这个你看到 有功夫 你也看得到一点哦 就是啊 所以你没有功夫 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啊 这个这个塔有看到啊 有看到这个红色动力 哈哈 哎 有眼光啦 OK 但是有点高啦 你要小心啦 你跌了SolarVest 已经炒了 头肩 有个头肩在那边啊 啊 有个头肩在这边啊 不是很 哎 你要玩很小心啊 啊 但是不讲没有机会啦 它能冲破那头肩是好事啊 哇 L.C.Titon R.C.Titon 如果有反弹 如果有反弹 也许放了他 不要收了 L.C.Titon 因为他 你看到 他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你看他有一个 像这样的通道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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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他会反来通道顶 就是你逃了 这个这样久了 他没有跑这个 哎呀 有机会放 如果你还收住了 有机会放了 他先拿也许啦 L.C.Titon 这个看来有点有点机会啦 因为他还懂到底 他有做这个有点卑离 所以他可能他是有一个小反弹 看来 有机会有一个小反弹 OK 有功夫啦 阿咪啊 有 有三个啊 至少也看到很多东西 你看 你们开始可以看到 多么的好 可以看到机会 记得我们 我们自动盈利 学了可以看到 机会 危险 情急 历史 你看到这四样东西 帮助你很多 没有包 没有包你 没有讲 哇 每一次都是赢 但是 你看你的 你的这个组合 会慢慢 红色 慢慢转轻轻轻轻轻轻 然后好像我跟你讲 打game这样 你打那个 有一个 打game 打那个大哥 你买一个 PS啦 你要玩难的 难的关 不是很容易的 有一个大哥 就是最后那关 打100次 200次 300次 有些人打到那个 remote 都丢在地下 爆掉了 破掉了 一直都打不过的 对吗 一直打不过 打100次 200次 300次都打不过 你真的 你真的 投降了 但是你打到第500次 你过了 OK 真的你打败了 这个大哥 改次你再打这个大哥 你打十次 你七次 是打赢的 可能一两次你还是输 可能你十次 有七八次你打赢的 可能你输一两次 那 当那个market 当你以你的功夫 到这个水平了 当你一打赢的market 你长期 你的portfolio 就是轻轻过红的 这样子 你就一直 就好像这个打game的概念 这样 你每次打你都可以打赢 那个 你都可以赢 十次 你买十个 你七次是 七个是赚 三个是鬼 但是你要 有功夫先 就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上课 都讲 包每个都是赚大钱 每个股都是赚大钱 有些会跌 尤其现在我跟你讲 情绪不好 你进去玩 也是不以前 OK 可先就等下我们去看 它是动力股 IJM XP3 也是那一句 短期反弹也许OK 你看转期跑一点都不跑 还OK 因为它没有跌破我们的值得准 2.86 你要等 你要等 看它能不能 它跌破你就要逃 或者自动盈利 你一讲 出奈的信 你就要逃 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拨拨 现在是很高的 我跟你讲 IJM还没有炒 它在几多钱 快四千 已经炒到3.7了 所以 现在跌了下来 2块多 你只要知道 你在买很高 希望它跑更高 咖啡钱也难赚 有了 有上一点 你有赚到钱突破 也许赚到一点 你要长期也难 所以你开你的自动盈利 有自动盈利 开自动盈利来观察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大红蜡猪 还没有大红蜡猪 OK 所以你就 等 所以它没有什么大跌 可能它还可以做更低的高 你不可以这样快就放弃 现在它回调一点点 它再上 它做更低的高 更低的低 再回调一点 可能它慢慢还能上去 不能 我们不能讲 完全是不能 现在 你有功夫 你还看得到 但是 你知道我跟你讲 SB Sertier 已经在 五毛钱炒 炒到去哪里了 炒到去快八了 现在跌了下来 它已经是去到一个顶峰 一直在滑滑下来 现在追是追 咖啡前追一下子 你还意料它能 从快八去到十块钱 去到五六块 我不觉得能 我不讲 不可以 但是 但是这一轮 也就是很大的 已经冲了几多 几多巴仙了 几多巴仙了 从这边 然后冲上来 已经去到两百多巴仙 你觉得 SB Sertier 一个股 可以从 可以上到一千巴仙 一千巴仙 我不觉得咯 一千巴仙 哇 他那些董事 不是 哇 全部发到 他那些 如果炒到五块钱 六块钱去 哇 不是 五百六百 几多巴仙去了 OK 概念是这样 我跟你讲 所以 market付费 没有这样容易 给你赚到这样多 OK 已经是很好了 七个百多巴仙 OK 我们也有赚到SB Sertier SB Sertier 我有赚几多巴仙 有没有到一百 有啊 SB Sertier有到一百 记得 我有放出来咯 在Facebook SB Sertier 我有超过一百 OK 我有唠叨 所以你还讲 怎样 还讲 怎样 还讲两百巴仙 OK 讲是这样子讲 Andy 不要生气 分享差不多了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Condor 对啦 可以解释 头肩 头兵肩的出现是什么情况 我天天就有看嘛 你看了几天 我会一直有讲的 你一定会有看到的 头肩 我看到我会画给你看 Mama Sifu 睡觉 Daron Daron wake up 睡觉全部 Me也是睡觉 正义 头痛啊 头大啊 不是头痛 Gee Marcus 哇 还可以飞啊今天啊 不是插水啊 哈哈哈哈 还没插水啊 今天 Andy Andy Andy玩电话睡觉 Daron Alarm 他的Alarm是一个手掌 来的 John Sniper 熊来了 Daron 睡觉 OK 我看其他的 你是DIY Uton 你是DIY可能突破不到啊 要小心啊 如果多两天他继续明天后天他继续下 现在他有推拉上去看到吗 他跌下来有推 还有推 这样子还一起还有机会 如果明天后天他继续下跌下来 他这个失败这样子突破啊 那他亮 但是红色动力还是蛮强哦 不要讲他啊 不要这样快讲他 不能 Boring Bernard OK 是这样的啦 Eat Banana Giyong Giyong 还有什么 睡觉 John也是睡觉 P-Way 什么啊 虚寒 满力 坚弃不足 Andy Andy睡觉 人家排了就排John Sniper Toyin啊 Darren Sit大气了 D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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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 没有力 Aaron LOOK下去 转下去 Tammy Tammy 躺在那个罐子那边 OK我们看 看新闻 新闻也有一点啊 今天新闻有一点 CAPITAL CAPITAL 菲尔南德斯 称CAPITAL A 可以在品牌业务剥离之前退出PNE7 表示不再需要剥离其品牌业务 以实现退出职业资格所需的正股权地位 CAPITAL A首席执行官Tam Shri Tony Fernandez 在接受个Edge采访时表示 将其航空业务出售给Air Asia XBHD KLAX的提议就足够了 他说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修复航空业务 所以他讲这个啦 他要退出PNE17 不用等这个 Branding 品牌 做出这个品牌 才可以退出 他讲啦 只是这个 卖那个 航空业 给这个PAX 已经是足够了 啊 足够这个 啊 足够那个 啊 足够什么 啊 足够的这个产业啊 啊 叫这个 叫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表示不再需要剥离其品牌业务 以实现退出职业资格所需的正股权地位 哦 所以这个 这个啦 只是卖出那个已经够 够那个Equity来 啊 来推出了啦 ok 推出这个PNE17 ok 你看一下Capital A Capital A还ok啦 他调一下 也许还有机会去再跑啦 ok 如果短期卖了一点 我觉得也要留一点哦 长期 也许还有机会去跑啦 ok Tiffield International 从Petronis Perigali 获得价值1.303亿令吉的项目 但是卖啊 被卖下来说炒完了炒了啦 他现在走一个下来的通道了 看到他样子啊 不神啊 所以突破2.5 就继续再跑啊 也有机会啦 哦 他是炒了 不是他没有炒啦 炒了啦 不是他没有机会 他是炒了 SNS Networks 2Q Net Profit 由于收入下降和成本上升 SNS Networks第二季度净利润下降29.7% 他就是跑下的通道了啦 所以他没有突破通道 没有突破2.0.7啊 啊 突破0.7再讲啦 他已经炒了双顶了 他一直在跌了 现在了啊 给你SNS MCE Holdings第四季度净利跳涨 百分之四十点七宣布派发1.5仙股息 第四个季度上一年是37个Million 现在是36个Million 赚2.9Million 现在4.1 我们看了一年啊 看了一年 一年 他生意很好咯 慢慢涨涨涨 他生意涨得很好啊 这个 给154个Million上一年收入 近年近年155 近年155 近年15.4Million 近年16个Million 他生意是 你看他涨到满美 他就亏钱咯 慢慢转下去 涨得很好咯 所以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图就是知道咯 他有一直在 他一直在涨 但很高了 你看他炒到很高 因为他的业绩 从亏钱 一直转 越来越好咯 做得很好咯 所以他的这个 但是你要小心 他炒到很高了 现在还在跌 我觉得他炒到很炒到很高了 你在走进去也是买到很高了 OK 不是很值得去买了 他炒到很高了 LB旅业第一季度利润翻倍 收入创二十年来新高 OK LMillion好赚啊 OK 第一个季度上一年 二零五个Million 收入现在二七九 很好 啊 净利四点三 去到八点九个Million 啊 所以很好了 LB Aluminum LB Aluminum OK 他突破了 到了算是大目标了 他这个啊 这个三角形 OK 他是突破差一点点到这个三角形 跌一下 这边有双顶 炒了啦 这个啊炒了 现在 不是这样好 啊 现在我觉得他在回调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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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等他突破 0.59 会比较好啦 红色动力也有一点点 嗯 不是这样好 因为他这个有头肩 突破0.595 比较好啦 突破这个头肩 嗯 他的上升期 也许 还有啦 0.52 但是看不到他的动力啦 他已经炒了这边 爽顶的这边 ReservoirLink 承接Hibiscus子公司的三年紧络维修工作 OK 他拿到一些工啦 这个RL ReservoirLink 与TeraAsia签署量解备忘录 共同探索CCUS技术 共同探索CCUS技术 So Iron没有跑啦 没有跑啦 突破0.35才讲啦 没有跑 OK 繁昌证券 Maxive领跑第二场5G网络竞赛 他是 他是 他觉得他是最大机会啦 Leading啦 在 在跑前啦 OK 没有跑啦 但是他觉得这个是 他%会很高 你比较高%拿到 中国考虑向顶级银行注资1420亿美元 也就是一个推认员 所以看一下会怎么样 他要注册这个很大的纸巾进去 POPGO 7113 主板医疗保健组 乐观预期手套销售量和平均售价将持续升高 分析员基于该集团的手套需求强劲复苏并超越预期 而马币升值的冲击不足为育 因此将2025到2026财政年的盈利预测大幅上调39% 42% 目标价也提高至一令吉零二仙 但保持符合大市评级 老师他也没有给什么BIPO什么了 虽然他看好它了 但是也没有给 这个我都是TopGlove这些 我都是觉得如果盖了这个底 然后他慢慢反弹会比较好给他长期了 现在这个短期的他一直在跌了 不知只有那天我讲了 我觉得了 现在还在跌了 最好等他盖掉那个 分析师因令吉走强下调B S Industry 盈利预测 他给他1.28 Maybank给他1.28 他下调了 1.28 在这边 1.28 在这边 所以他他一直突破不成功 B S还在跌了 等了 他那一突破跌下来 他还在跌跌的很快了 这个暂时不能拿 B S 筹集高达1.104亿令吉资金 这个要上市了 反贪会调查 E B S T A R I N E T 项目交付质量 杨中里集团相关股票跌幅居前 我一直在跌 YT要 你看越跌越快 你看通道越跌越歇了 是不好了 所以也是 YT要跑 你看 YT要跑 YT要跑 你看一转再再跌 0.38 连那个头肩都做到 做到跌到很快的头肩 所以 公司东西 没有要小心 这两个了 然后就有负面的新闻 本来market都开始卖 然后就有这样的负面新闻 棕榈油因供应担忧 和印度需求强劲继续上涨 有涨一点 不是很强 OK 点一点 再分享留言 记得支持视频 OK 我们看看动力股 Crasindor HACI BADU HATTA Crasindor Crasindor Crasindor一直在上 它也没有大量的跌 它在通道里面 它在通道里面 OK 但是如果你要买 现在是很高了 1.15 不是讲不能起 但是有点高 要买早一点 比较买的 比较好 那有点反弹 OK 还是在通道还是OK 如果你买了 你看1.15 Depot1.15 你要小心 ST BADU 我们那天看到了 突破 ST BADU OK 还在跑 有机会了 OK 记得开自动盈利 没有迈的讯号 继续收啊 OK 继续收 好似今天加迈的讯号 出来就不能了 这个还可以跑啊 还有机会 HATTA HONG LION EXCAPLE HONG LION FINANCIAL GROUP HONG LION FG也是啊 我们看到这边突破 有机会了啊 继续再跑啊 HONG LION 记得我讲的啊 通道突破啊 这个也是OK H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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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HATTA也是啊 通道也是 我觉得等啦 手套最好等它 盖掉这个 缺口比较安全一点啊 EXCAPLE EXCAPLE 大反弹 EXCAPLE SOUTHCAPLE 我觉得这个呢 等它回调先啊 已经超买了啊 我觉得回调先啊 40多巴仙 38巴仙 你这样起了30多巴仙 去追不值得啦 我觉得啦 不是很好 然后14分千啊 我正常没有完啦 这些 不是讲的 公司不好 什么不好啦 因为它的图太波动了 看不 很难看啊 OK OK啦 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先啦 明天继续再谈 拜拜